公共电视《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口述影像感第十二集 前情提要 小鹅帮上云和发柜制造机会 借故让两人独处 发柜对这样的安排很反感 因为她已经喜欢上小鹅 彩香为了让丙人安定下来 学习当爸爸的责任感 约了丙人一起带小飞去动物园玩 但丙人不喜欢被设计 直接告诉彩香她不会结婚 喜饼都做好了 坤哥才说要取消订单 发柜还被坤哥打到骨折 小鹅于心不忍留下来照顾发柜 还想办法推销喜饼降低损失 最后小鹅还把饼寄到咖啡厅让大美卖 却被误会是自己与发柜的喜饼 我爱的是他 只是我遇上了无恙 你是我遇上了人 你是绝账品不能加强 你是绝账品不能加强 我爱的是他 follower 来 nói relevant 非语愿者 吃午饭 吃餿 吃午饭 吃午饭 吃早餐 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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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真好斋 发贵和彩香通完电话后 小欧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发贵走进小欧房间 哎 要走啊 还没 说不成这样 你刚才没有看的 头发里面坐在名称顶 去是看见那个买 人家有回到你没松开 你不要跟他借口了 不要紧 小欧背起包包看着发贵 虽然有点莫名其妙 但还算有趣的一段经验 有机会到台北找我 小欧对发贵伸出手 发贵微笑和小欧握手 不小心牵动右手的伤口 小欧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发贵失落地站在原地 在二楼客厅的一哥 看到小欧下楼 马上跑过去拦住小欧 发贵也跟着下楼 小欧 小欧 你摆着脚在买队 我来找 我来 等一下 快点把人摆回来 快点 小欧 回来 我请你吃炒豆腐 不用拦住小欧 不要拦住小欧 一般就不是很好吃的人 早晚会你开的 白天秉仁的套房 小飞在电视前面玩机器人 阿姨 你这里有卡通吗 没有 丙仁顾着看手机没回头 小飞自己在电视下方的柜子翻找 彩香在厕所里面 小飞 你怎么这么败 可以这样抹地银子有什么东西吗 我刚问你有没有卡通啊 彩香走出来看 我藏在上海里你还找得到 有什么东西啦 看阴仔不可以看屁 明明就是玩具总动员啦 玩具总动员的路线 别人放我看啊 是 这啦 玩具总动员 玩具 哎呦 这玩什么不对 这说玩的玩的 搞乱的玩的 别人收起DVD 你真的乱七八糟 你乱七八糟 这本来就是 是男人世界一半分 是你哪个才会乱七八糟 你才敢啦 对 我就是要改 我一定要改 我要改回去 我来世界 Action 丙人激动的大口喘气 彩香惊讶地看着丙人 没有说话 白天 小欧坐在往台北的客运上 她拿出手机 看着她和发柜一哥 拿着一大碟 蒸鹤斋洗柄的合照 只要发现过一件事 就没有办法完全一刀两断 在很好吃发现的一切 已经完全塞进去的记忆 慢慢改变一堆喊病 像做病人的观感 小欧回忆发跪在雨天 淋着雨帮她的衣服撑散遮雨 两人变装想办法推销 坤哥契丹的洗柄 这趟旅程 让小欧没那么讨厌蒸鹤斋了 甚至成为她回忆中的一部分了 下午小欧回到台北 走进咖啡厅面对大美 小欧你到底是在做什么 去那一年 过去那一年再拼给我拿你退休 你当中你做麦子我受养性 我每个人在这儿小房煮米 不对 是小米煮米 我去哪里去世了 我跟上班说 还要拿你洗柄 还要去得点了 我请你来是来做老闲女位 没完 过来 柯姐 小欧确确的没有反应 过来 柯姐咧 小欧这才拿掉塞在耳朵里的卫生纸 向前抱住大美 你给你这么多等我 一般都要不死 我看到你请公督神 我看到你请公督神 不要紧 你等我一样有工作你做 可能是我等谁人看你 对 你前世是这只蜗牛 差点被人踩到稀巴烂 幻想画面 小欧和秉仁 穿着民国初年的衣服 好的嘞 小欧阻止秉仁坐下 诶 哥哥 秉仁起身回头看 椅子上有只蜗牛 小欧蹲下来跟蜗牛说话 快走 快走 小欧将蜗牛抓起来 放到旁边的草地上 小欧假装蜗牛说话 谢谢你 我叫大美 下辈子还你 回到咖啡厅 最好适 是真的 南部节的桑云生还跟我说 我对你在南部的事情 没影响 尤其是看到你驾驾 这么多变 还想要逃 什么 还剩那么多 你是怎么卖的 你业务能力也太差了吧 肯定是你不够努力 大美双手抱胸 不高兴地看着小欧 走你 是因为保存期限快到了 小蜗牛 放棄啊 脾气都掉了 晚上 珍贺家一楼小客厅 一哥和发跪都喝醉了 一哥禁酒禁错方向 一哥对发跪举杯 发跪靠坐在沙发上没有反应 人家都照料了 春色木 哎哟 发跪了 你在想什么 我都知道 我哪有在想什么 我哪有在想什么 你在想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你想说 人家去楼康 要做什么 对吗 发跪坐着不舒服 扭动身体 调整姿势 不用想明天 他妈我找好朋友 来把我们家店 来吃一杯 在这 两个穿着火辣的年轻女孩走进来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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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年 我告诉你 你跟小鹅 没适合 你没缘分 不要再跟小鹅 让我鼓要回去 你本来就要回去 你本来就要回去 回去 回去你妈妈辛苦兵了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像个宝 像屁啊 我丟去 我最初的 用家去放肥子 你家里 现在有在家吗 没在家吗 我只会回家 我只会回家包裹 放在那里 那边也是辛苦啊 那些女孩 放了一条 再够一个人 没有 新娘的 她的孩子和她的男朋友 这就是她买的幸福 欢喜感恩 跟我一样 新来有望 我一样辛苦 也会对 欢喜感恩 当我那个年代 结婚生日子 就是一切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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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小阿妹 有什么都够不够 我真是没 车子已经开到秉爱的店外 秉仁把车停下 拉起手刹车 妈 我要给你洗头一下 你让我最近 收到一个 独居老人的剧本 这个故事就是 这个老人很孤单很小 结果跟一只小乡 幻想画面 彩香下床时 踩到蟑螂 他张大嘴巴 表情惊讶的 看着蟑螂 最好 他真的变成一个独居老人 回到现在 知道吗 这是艺术片 如果这个国外 就中一个月 我买一个八重给你 请三个人 给你服侍 彩香冷眼看着秉仁 拜托先叫我一千万 彩香摇摇头 我买一个八重给你 我就知道 下车 秉仁走在前面 彩香拉小菲进店里 很辣 秉爱走到门口 来啊 回来啊 回来啊 来 小菲 妈妈就想你 哎呦 我要去餐厨厨厨 叔秉爱啊 你回来都不用来这里 本来要去吃的 我就很忙 人家一直来嘛 秉仁啊 秉仁有说 彩香疑惑地看向秉仁 鬆过来 秉仁尴尬地抓抓脸 对啦 妈 你帮来我这儿大啦 妹妹这儿比较舒适 我那儿只要一堂门城而已 妈 我跟你说 我就住在楼上很方便 你稍等我一下 我把东西看一看 就帮你起来 妈 你帮来我这儿大 我真的是很欢喜 很感动 彩香指着秉仁 你 要我过来 彩香在看着秉爱 你 欢迎我过来 彩香对观众说 这事情一直没有发现过 从来没有欢迎我过 记得了 妈 这就是生的女儿子的好 你这儿不能再重男情女 知道吗 当然 事情又我不是真的看起来 这么简单 回到昨天秉仁到店里找秉爱 不要啦 好看都没有女儿子的婚 这就有了 就算我给你拜托 妈妈在我那儿都失去美丽了 都没人要跟我交会了 吃到这个会所 又每天跟妈妈特利用钱 女儿是在未来的美丽了 哪知道 哪知道 哪不知道啊 是她自己放在我的垃圾里 我也没跟她拖啊 最好是 就算这样 我也不能跪到这种三代同堂的日子 这会破坏我的电影 没办法 没办法 我真的很没办法 我没时间找妈妈 妈妈要人照顾 她也可以帮你照顾小飞 问题是 我真的没时间在香港 来 你不是要把你男朋友 开一间健身中心 我脑子金的位 我一定让他开健身中心 问题是我没钱 对嘛 是嘛 是不是 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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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妈妈把你投资 你就可以开一间 巧克力十八健身中心 爱立刻 好 这样爱立刻 就因为你投资你身复兵 朋友们知道 妈妈一向重南金路 就在她大肚子嫁人的时候 妈妈又在后面看 嫁出自己的妝嫁 看出自己的漂亮 当场画情界线 现在已经2008年了 你又离婚了 自己的妝嫁 带她的妝嫁很正常 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秉爱提着行李 带彩香和小菲到二楼 秉爱对小菲说 去洗手 去洗手 秉爱的家是两层打通 室内有一座楼梯 彩香环顾房子一周 我一会儿 我不能来过 哎呦 你这么多 我的妝嫁做好 我做好 就感情对着问题 出国疗伤了 什么问题 小三少人的伴 不认识小三少人的伴 小三是我的妝嫁 应该是有口中 所以让人的太太抓到 不知道他才嫌到 别说这样 那间小小的间 那间小小的间 还是小菲的房间 楼上又有一间 但是那间是我 跟爱丽客的 所以不好意思 可能要麻烦你 秉爱指着客厅的L型沙发 我不行了 我这么不行了 很大 你舒服啦 舒服 彩香看到楼梯上 站着一只贵宾狗 你好 你看看 你 你 你也听不懂 你的膝盖关节 有没有问题 哪一只卡 四只卡 四只卡 画面切换到战场 彩香跟士兵 在掩体后面 拿步枪射击 请救支援 第二小队 请救支援 彩香戴上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 旁边的弟兄吸到毒气 呼吸困难 彩香将防毒面具摘下 给旁边的弟兄 彩香吸到毒气 表情痛苦 回到现实 彩香从梦境中醒过来 大口喘气 抬头发现贵宾狗 睡在她的脚边 彩香坐起来 不高兴地看着小狗 你真的尾灯不好 你 这皮静巢呢 你怎么会睡的 彩香下楼打开灯 看不 听不 关节落后 又要塑脏 磅皮又长 尾你尾你 都尾你 深夜 彩香在炳爱的店里 到处看看 她走到一间美容室 打开灯看到美容床 开心地笑了 但马上感到困惑 彩香 观察着美容床前方的洞 彩香躺上美容床 盖上毯子 后脑勺陷入洞里 头往后痒 不太舒服 彩香改为侧睡 头还是陷在洞里 彩香侧躺 把右手穿进洞里 右脸颊贴在床上 彩香把手拿出洞口 往后侧躺在床的边缘睡觉 一不小心往前倒 脸刚好掉进洞里 她吓了一跳撑起上半身 突然明白这个洞的用法 她开心地趴在床上 脸透过洞口对着观众说 晚安 彩香将脸放进洞里 闭上眼睛露出了笑容 早上彩香煎了四颗荷包蛋 她把蛋盛起来放到盘子上 走到餐桌把盘子放下 吐司已经烤好了 彩香再回到厨房 从烤面包机里拿出两片吐司 放到盘子上 再走回餐桌 这时刚刚放荷包蛋的盘子不见了 彩香觉得奇怪 不过还是先把吐司放下 走回去厨房拿奶油跟抹酱 当她再度走回餐桌时 吐司又连着盘子一起消失了 彩香放下奶油和抹酱 喂 太贵了 只穿着内裤的艾利克咬着吐司 开门走向餐桌 你就是爱 艾利克 艾利克 我刚才坐在那四两两 真好吃 彩香傻眼了 身材健美的艾利克光着上半身 彩香害羞地遮住眼睛不敢看 艾利克走到厨房继续吃 你刚才已经吃四两两两两屁吐司了 没有啊 还有肉 书面要的吗 不可以睡了 小火呢 去上看 小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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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上看 人不舒服 尾掌好啊 没有什么工程 我不敢去 你这一天好 你这两次都在 不去吧 彩香不高兴地看着艾利克 不去就不叫他 酒不咬他 艾利克走向彩香 你不是这边吗 对啊 怎么 怎么会跟他好痛啊 艾利克打开冰箱 啊 啊 没人没人 都没去买 我才会去买 艾利克打量着彩香 你是不是没有文章也喜欢 我一定没有 我跟你说 不是一袋子去 面前这样摟肚肚 我跟你说 文章的宿材 早上植贺摘 发柜的房间 衣服裤子散落一地 发柜动了一下醒过来 有一个人睡在他旁边 宿醉的发柜坐起身 揉揉额头 他看到床尾有四只脚 他动动右脚 接着旁边的另一只脚也动了 发柜感到奇怪 他伸手去捏那只脚 但没有感觉 原来是旁边的人 把脚跨在发柜身上 旁边的人起身了 一哥搞账 一哥剥了一下头发 眼神迷蒙 暧昧地看着发柜 一哥掀起被子看了一眼 发柜也掀起被子 往下半身看了一眼 一哥闭眼思考了一下 发柜翻白眼 努力回想 发柜突然脸皱了起来 发柜露出感激的微笑 发柜露出感激的微笑 听起来还不错 一转突然感激 浓入水里面 对吗 啊 啊 感觉他这个忙是要我去救他 一哥该发柜赶紧下床 白天秉爱家 艾利克交彩箱深蹲 秉爱下楼走到他们身边 来 起来 偷窗 来 鼓励 继续 来 起来 偷窗 来 起来 偷窗 妈 是偷窗 是胖窗 秉爱跟艾利克捂住鼻子 尉爱 我妈在这里亲口 我有亲口 去亲口 我妈也很爱说 秉爱笑着推走艾利克 接着在餐桌和彩箱 面对面坐下 大概是几月了 坐边那边 没有看过她的新婚情 不知道 但是我看过她的秋雄 我们各方面都很高 尤其是那边 我每次 我一旦来的姿势 都会玩 哦 我不敢听 妈 我就是在你这种 什么都不敢 不敢 不敢的环境很大 我才会轮回那么多时间 我现在 都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只要我过来快乐就好 秉爱喝了一口水 彩箱端来一盘馒头 我帮你 我帮你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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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刚才样 我妈要怎么做 在一趟滑锅更快乐 那就是 隔壁 刚才在做人 我认为她租下来 让你开一间健身中心 这样就不用走来走去 那里要辛苦 咳口 一切就完美 我这样说 你应该听我的意思了 要多少 差不多 要 好 好 妈 我知道我这样说 有点过分了 但是我在台北生活就是这样 要走到别人更近 要租一租 真的 我 想要脱 想要脱 妈 妈 你不急吗 我出口不停止这样 不 不这样 我等一下 给你全身舒压一下 看你想要脱脱一条面穿 秉爱帮彩箱按摩肩膀 彩箱回头问她 有没有空吗 咖啡厅 小欧拿了一盒汗饼走向客人 她犹豫了一下 接着用牙签插起一小块 请客人试吃 要吃看看龙凤饼吧 我请客 这种中期的股拼 滑咖啡 敢不咳 咳咳 咳咳 想象一下 东西方千年的精髓 在你的口中相遇 经过你的咀嚼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你会说 天哪 我是哪里修来的福气 竟然有这样的奇遇 发生在我身上 小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跟你讲 我真的没骗你 客人自顾自地聊天 不理会小欧 小欧询问另一桌客人 龙凤饼 想象一下 东西方千年精髓 在你口中相遇 经过你的咀嚼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你会说 天哪 我是哪里修来的福气 小欧开心地回到吧台 又卖掉一盒 我看你推销真好价的扁 比在我这一家伙 更够热 当然要够热 我是在跟时间赛跑 在保存期限之前 扁是鸡 之后 是鸡 说实在 这扁明明就不合你的口皮 你还会有话题 说到你多爱 卖什么就一定要爱什么吗 如果我今天卖的是鸣骨塔味 我就一定要很想死 大美瞪了小欧一眼 买这扁是我们热完的街 我故意说让我们抽 其他的交给老公子 但是我没想要热这个钱 就让老公子 你现在是怎么办 他妈和阿姨的保养金 全部拿走一口都没劳 你再对他这么好 很好吃的扁就是很好吃的钱 你再帮我把钱拿给他给你 谁还是我 我跟他已经一刀两断了 而且 你有可能成为他的新媳妇 我跟丙人我们只是 小欧睁着无辜的大眼 等着大美辩解 接着偷笑着走开 白天丙爱家 彩香煮了菜 装好便当 放进便当袋 拿给小菲 彩香走到市场买菜 彩香帮丙爱的客人做脸 丙爱开门对彩香招手 要彩香到美容室外 彩香在客厅卷店里用的小毛巾 彩香往后倒在沙发上 彩香 彩香躺在美容室的床上 彩香虚弱无力 胖胖的身躯 站满整张美容床 彩香 彩香努力抬起上半身 却坐不起来 白天厨房 彩香将一只生的拳击 放进装了水的电锅 再把各种中药材倒进锅里 盖好锅盖按下开关 不久后 彩香开心地走到厨房打开锅盖 但里面只剩下鸡骨架和汤汁 琉璃台里丢着骨头跟碗筷 彩香气到说不出话 凤梨田一哥队发跪说话 你散步骤的时候要稍微顺一顿 一颗就不能跑掉 有听到吗 一哥对着凤梨喊话 你大家听这篇 我没在的时候 都会听 夫主任法国家的感动 人真打招丁 这样有听到吗 你资源不听信吗 有时候当晚不要听信更好 你像说这是地物 我们要用心地照顾 他好像抹烂的感情 就这样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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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大 人就不一样 我们真心真意对台义 他到买来都给我们帝气 发跪也很有感触 两人走在田边 乌哥 啊 今年用来介绍怎么 今年还不知道 去年介绍有九百 那不是秤金在买 那是一台车一台车 这样在买 你知道吗 不用怕 等老板娘回来 我们会把很好吃的重心做起来 时高一定会让你的王来来做拼 嗯 那现在是怎样 你还没刺 我没想要真心 没想要真心 那这样呢 一哥拿着凤蜜 不断碰发过骨折的左手 我感觉继续勉勉勉 勉勉勉才是空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 你这是都一条刮的刮鼠 我想我看 这条是 这是我现在心里的感受 真的 那如果真的有疼过的人 才有好多公司这种台书 好啦 等我这一阵 把老板娘接回来 我们这就开始 啊 台幡 我知道有一间八宝客栈 好 你可以住在那里 那里面有咖啡店 可以喝咖啡 好 好 小人就在那里吃头肉 不不不 等等 哦 原来你这样打一阵 这么大阵 是要我去看你的小鹅 没有啊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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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说也不能怪你啦 小鹅这个嫂子 真有意思 沉烟更漂亮 什么 听不懂 就是说啊 这个嫂子 你看起来很有人 还有身体很漂亮 他穿穿红 我穿的红来 开的火一样 有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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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 小鹅装作若无其事地 走到大美的车旁 用偷拿的车钥匙 打开车门坐进车里 不久后 小鹅回到咖啡厅 放回车钥匙 大美在讲电话 我买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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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鹅赶紧把桌子搬到店外 在门上贴了宣传单 买饼八折 加码送手冲咖啡一杯 限时供应 店外的桌上 摆了十几盒的汉饼跟咖啡杯 小鹅开始叫卖 客人开始围过来 买饼送咖啡 手冲咖啡 客人开始围过来 小鹅忙着收钱招呼客人 手冲咖啡 接触后小鹅忽远场地 大美回来了 小鹅卷起宣传单插到裤子后面 小鹅 真的忙吗 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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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很重要 我只希望那位老大 可以把我的帮放下 你的帮是怎么办 在电台上 收手了 一位客人走进店里 你家还有买汉饼 还有送咖啡的外面 因为昨天我看到门口 很多人在摆桌 所以我想说我眼前 再来摆桌再来摆桌 再来买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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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是附近 手冲咖啡 最出名最好你免 对 要喝要用钱买 蛤 没有了 这样我没有了 客人离开 大美已经看穿小鹅的计划 她喝了一口咖啡 放下杯子 手插腰盯着小鹅看 小鹅一脸尴尬 大美把小鹅逼退到墙角 大美把小鹅逼退到墙角 大美抓着小鹅的手 两人兴奋地跳着 小鹅心虚地避开大美 边走边数着手指 大美看见小鹅背后藏着宣传单 大美抽起宣传单看 小鹅回头一脸惊恐 我会换你咖啡豆 加杯奉还 原来我们常常咖啡是用送的 小鹅吓得说不出话 小鹅吓得说不出话 大美气到要掐小鹅的脖子 我的小蝸牛 小鹅拦住大美笑着伸手摸大美的脸 晚上炳爱家 彩香跟小飞 艾利克吃饭 彩香盯着艾利克 赶紧夹走最后一块排骨 小飞啊 吃这排骨的你了 阿嬷姐 这排骨 不便宜商店又好吃 艾利克盯着小飞碗里的排骨 你不敢咬 我不敢咬 小飞护着碗 咬了一口排骨 回头瞪着艾利克 你今天已经把我盯了 那个粿子 现在还来抽小鹅的排骨 你吃 艾利克举着彩香碗里的那块排骨 彩香只好不情愿地夹给他 哎哟你 哎哟 我能让我盯了 还要不弄 是在柴里面 他八天没了太多了 他现在八天没了 两千一百 还要吃 可是我现在拼他都没有了 你手过来玩意 他也不假的 他最硬碗吃不完 就等你来吃 他很辛苦 丙艾回家了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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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把这些菜给你 彩香端出一盘菜 有人拿起来没做完 他还要敷面膜 我起来自己咬一咬 艾利克盯着那盘菜吞口水 艾利克 丙艾示意要艾利克喂他 艾利克夹起虾卷 丙艾嘟嘴要他用嘴喂 艾利克咬着虾卷 丙艾吃掉另一边 小飞翻白眼 好漂亮 我吃在这边好吃 你吃人吗 我煮了 但我给人家做好吃 起来吃 好 好 丙艾走向门口 突然转过身 再看一眼 艾利克举起手臂用力 展现健美的肌肉线条 丙艾像少女般开心地跑走 艾利克把筷子伸向彩香 为丙艾留的那盘菜 彩香赶紧把盘子拿走 欸 这边老鼠丙艾的 没有病 她才我就是这样 大概十八十年 十八十年我签摸你 嗯 那你出兵艾等来吃 好 彩香不可置信地看着艾利克 白天 彩香将冰箱用铁链捆起来上锁 她开心地抛接钥匙 对自己的计划感到很得意 隔天 彩香开门回兵艾家 她拿着钥匙走向冰箱 没走几步她就愣住了 她快步走到冰箱前面 铁链被丢在地上 旁边散落着食物的包装袋 幻想画面 前一晚艾利克化身绿巨人浩克 把铁链扯断了 回到现在 彩香大后 生气地比划着手脚 她被气到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还用额头撞冰箱 彩香逐渐平复情绪 无力地思考着 彩香下楼敲美容室的门 把门打开 秉爱 你出来 秉爱正在帮客人按摩 接着跟彩香走出美容室 妈妈 有这件事 我想过来一定会跟你说 什么事 有那么严重 冰箱 派去 不是啦 是我只要一堆吃的 又有空了 爱利克吃的 真好吃 那鬼是冰箱 他还在等待人 你每天有活动 需要有很多人 要自己处理 没能够护理 他处理你 妈 爱就是不计较 爱最大 你够大 妈妈 我跟你说 既然我说 我又没要走下去 就要做给别人 什么 就正常我跟你说 爱利克要开健身中心的事 你就想让我走下去了 好吗 我没钱 严重生日是哪一天 三个十倍 严重呢 八个日是怎么 哪里我呢 彩香思考着 严爱既生气又伤心地走掉 严爱 稍晚 彩香买了一个大生日蛋糕 回到严爱家 他亲手亲脚地进门 希望给严爱一个惊喜 彩香满脸笑容地 把冰箱门打开 把蛋糕放进去冰 接着开始在便利贴上写着 请勿动 但他不满意 把纸撕掉再写一张 拜托别动 又撕掉再写 不准吃 又撕掉再写 好胆试试 又撕掉再写 你敢吃 又撕掉 最后写了 偷吃鸡鸡断掉 彩香把这张便利贴 贴到蛋糕盒外面 晚上 严爱的美容店打烊 严爱关了灯 走到店门外 把大门锁上 回到二楼住家 屋内一片漆黑 小飞开心地 拉着丙爱走进家门 快撞下了 两人没有开灯 走到餐桌旁 桌上放着蛋糕盒 彩香看着丙爱 我记得你心地打 丙爱看着彩香 满脸感动 生日快乐 彩香拿起盖子 里面是一个奶油水果蛋糕 丙爱低头看着蛋糕有点惊讶 彩香觉得奇怪 把蛋糕转了一下 才发现 丙爱这一侧的蛋糕 被挖了一脚 彩香生气地大叫 艾利克正好走进家门 彩香指着艾利克 又指着蛋糕 气得说不出话来 你真的太厉害了 我才是十年了 有回去吗 什么回去 晚上大美离开一栋房子 一个人走在人行道上 街上空无一人 小欧在咖啡厅里 双手抱胸 来回舵步 不时看向门口 这时大美回到咖啡厅 在哪儿 导臭 我要请你吃小鸭 没想到 是什么 她没爱 不是啦 是病人说 老爸上一定没带她 我差点滚老的 要求要约会 真正有够突压 好啊 老闆娘没带她去 那是带她去 我刚才找到人家 这钱我不敢给病人 我才不敢 会把她拿去当电影舞蹈精 拍出来的电影又很烂 奶奶你今天要不要做 我记得秉爱好像开了一间护肤SPA 在南京东屋那里 就爱 加油 老闆娘 别再走 每篇花 美容院 鼎爱拉桌艾利克 黎北鱼走 好啊 好啊 不要 想做什么 黎北鱼走 我跟你说 我们两个人可以好好 加一个小飞我已经紧绷了 现在和你母亲都要撒米牌 我现在没看过了 艾力克突然抓住秉爱的脸狂青 爱卖了 我的爱人 你要去找我 你要去找我啦 你不要去找一个冰箱啦 彩香坐在一旁看戏 好走啦 老婆真的给我吃豆 一天吃七餐什么都可以在嘴 什么人有就可以在嘴里拉油档啊 这厂藏我真辛苦呢 全都可以吃到饭头里面 你妈 才像我最爱的好生 妈 你那天女儿只知道 我家庭要娶孩子 我都没了解我手机的爱 哪一款呀 没有眼睛去管你 没有眼睛 小飞走到彩香面前 大人在说事情 那些人不要做 你去 走走 彩香带小飞离开 你看 又不是没看过 什么没看过 妈妈我跟你说 妈妈等一下会拉着艾利克说 求她不要走 然后艾利克会出去又回来 说她舍不得 然后他们两个会抱在一起 会带我出去吃东西啊 见到她又在一起 丙爱拉着艾利克走到彩香面前 你要带我们去吃东西了你 妈 跟艾利克回去了 嗯 你如果没回去了 她就要离开了啦 丙爱用眼神向彩香哀求 艾利克不高兴地站在一旁 彩香压抑着怒气 采香眼眶寒泪 丙爱抑着嘴 两个走回家 你不回去了 我没来走 海利克 你不想走 大美走进店里 文大洋啊 你怎么会来 你是什么 小鹅的朋友 是吗 我有事情要处理 我知道你们在玩家 你怎么会知道 你们在什么时候没有在玩家 三人同时点头 大美走向彩香 奇怪 啊 小鹅给我给我 彩香拿着信封 有点意外 这是小鹅在发贵 把拼不掉的钱 说给我你以后 在台北都有充用了 OK 你开小鹅 大美离开 彩香的眼眶湿了 她倔强地别过脸 想装作不在意 却又忍不住低头 看着手上的信封 大美走出店外 小鹅正在等她 小鹅 走出店外 小鹅正在等她 不关我们的事 走 小鹅给她 小鹅 小心 小心 小鹅 小心 小鹅 你怎么在啊 多好呢 小鹅皱眉 看向大美 稍晚 一哥拿着纸条 来到咖啡厅门外 发现已经打烊了 在便利商店里 你要我把头鸡牛 接去我那里 根据我知道了 你那间房子 没买出去 也没走出去 是不是可以 先让我住了几天 这是几天的 但我家的比较 我会带她回来住 你就给我住三天好吗 比较什么 跟你住三天 阿信过去那儿 你们有个人 给他关心拐 走 这都有时间 我妈在这儿 我每个兄弟 现在都轮过一次了 现在阿信还没轮到 阿信都轮回去了 还轮了 那清楚是阿信和小鹅买 我相信阿信 如果还在 他在这里有这个心 把我妈带过去住 小鹅想起当时 刚住进新房 阿信搬着箱子进来 阿信把箱子放到餐桌上 小鹅正在整理 阿信拿出马克杯 新买的 对 那为什么买三个 留给小孩用 没有啦 她的椅子还要买就好了 这是要留给妈妈用的 我在想说 她是起来台湾时 可以用的 先不要点钱 下键面看 三个杯子是不同的颜色 阿信拿了紫色的杯子 用奇艺笔在碑底写了 妈 大美弹纸 把小鹅拉出回忆 你才没有人心 欧巴桑现在身体 还算健康 他都这样做 那是将来碰碑拉 还不知道他怎么 跟欧巴桑打你 你点点 让小鹅自己说 你这点点 你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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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阿信这招 小鹅 小鹅背了包包起身走开 大美跟着小鹅离开 小鹅突然回头看着炳爱 如果阿信够在的 他已经会接妈妈回家住 不好意思 炳爱得意地看着大美 隔天 炳爱带彩箱爬上公寓楼梯 炳爱带彩箱 你带我来家做啥 没有啦 我跟你家大江炒炒 你也住得不舒服 所以我就找一个 很好的地方 让你住在家 看不见我欢乐 好 彩箱对着观众说 我又欺负他 大美从屋内打开门 嗯 那又是你 打开朋友啦 是小鹅给我来开门的 小鹅 这些小鹅跟别人家 你应该没来过 他打结婚的时候 有邀请我来 我没来啦 我没人家住 这小鹅的家 我自己买了 哎 老板上啊 你真的想不通 想啥啦 你真的不知道 知道啥啦 你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小鹅在想啥 想啥啦 想啥啦 彩箱生气地走开背对大美 大美走开 丙爱走到彩箱身后 爸 你就住在这儿 就像阿姨 在幽默的一样 只是说 现在想要抓脸 就没人跟你搭三天了 哎 如果说 你在睡的时候 没人跟你抓脸 嗯 你在要更注意 好 好 彩箱尴尬地假笑 好啦 小鹅在这儿 大美放下钥匙离开 妈 那这样我先来回 嗯 明天我先把行李 散开给你 好 丙爱满脸笑容 脚步轻快地离开 彩箱刚刚背对两人 故作平静 她仰着头 但眼泪还是从脸颊滑落 彩箱没想到 最后收留自己的 会是小鹅和阿姓的家 彩箱点点头 就当作是已经过世的阿姓 再孝顺自己吧 周秋凯伟饰演 丙孝 王少伟饰演 丙人 杨明威饰演 丙爱 苏晏霈饰演 一哥 许杰辉饰演 尚云 张可宁饰演 大美 林严玉饰演 主要工作人员 监制 徐秋华 督导 苏益雄 制作人 陈慧玲 林玉清 执行制作人 黄思温 导演 邓安宁 下集预告 你看 发柜练习雕刻 和小欧视讯通话时拿给她看 小欧装作没看懂 是在贴婚教 是啦 是我 麻烦鼓励加菜 一哥拉彩箱去做健康检查 结果一哥在抽血时 自己吓到昏倒 咖啡厅来了一个 和阿信长得几乎一样的客人 小欧看到她的瞬间 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 公共电视台制作